大家好,歡迎收看樂壺人生頻道的節目 今次的節目是關於行山的 看到片頭也知道去深圳 今次行的山都是深圳十峰之一的梅沙尖 和之前我所介紹的不同,這個比較難 以及高度接近800米 今次去的選擇方式是不選擇巴士 我選擇直通巴 舒舒服服去 當然價錢比較貴 由旺角到連塘口岸是30元 但算起來也比乘搭地鐵便宜 首先在金雞廣場對面 有些空檔 直接買票 我乘搭了7.45分 我個人覺得去深圳 不如坐室舒服一點 那些位置都比乘搭 躲著睡醒便到了 大概55分鐘便到連塘口岸 過關後便到地鐵站 踏8號線去鹽田路站 踏8個站左右便在鹽田路站的D出口出 其實一出去便看到目標 看著那座山便是今天的梅沙尖 看著那方向走便行 補充一下 沿途是沒有補給的 所以在附近的商店買飲品 乾糧最好在香港帶去 我出發那天 你看看天色挺漂亮的 因為真的熱 32度 有點難度 走到這個位置叫金水灣 但附近是沒有水 只有一條距離 然後過馬路便看到北山路這個牌 向著面向的左手邊 即是北那邊 走不久後便到工業區上斜 不用擔心走錯路 真的這樣走 那裡就是上山的路 我去那天 那些工人可說是向上到去的右手邊 他點了我 其實不對 其實就是左手邊 即是影片中有車走那邊 接著不久會見到一個鹽田半山公園地帶的牌 就由這個開始正式上山 不久會經過一個鐵路 不過是遺風了 拍一張照片也漂亮 這裏 不妨打一下卡 打完卡之後正式上樓梯級了 上了100米左右 發現了一個荒廢了的警察訓練設施 如果自認新手好的都可以試試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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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深圳的行山人都挺好的 深圳的行山人都綁了一些絲帶和繩 我相信上沒問題 但下也有點難度 路況又不多龐塞 其實只有一條山路 天氣浩熱的就慢慢走 走到一些開陽的地方 不妨看看卡 看回到鹽田 一帶的景色 曉翼 沒有機會 因為這次都沒有 我們坐牢 走到家裡 就不停的 吧 還說 我們坐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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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有个碉堡的物体 也有个雷达站 在附近有几个人 我看到他们穿着衣服不是行山衣 穿着皮鞋 他会和我说他是一口气上山的 但我看他们没有背囊的 拿着小小食物 就要站在碉堡的顶上 气定是一口气定神闪眼看着周围的风景 看着周围的风景 其實上山沒什麼好說的,但下山有段距離的,700米 就是我剛才走過什麼路,就走什麼路回去 這次行程有一個小插曲,就是下山的時候走錯了路 影片沒有拍到的 跟著高德地圖這樣走,但也走錯了 下多了50米不但,還要有個懸崖的位置 那當然是走回頭路 所以大家如果用高德地圖,回程的時候也要看真點 行程完結了 我追加的行程,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的就是深圳文和友 那邊走一下拍照 也回到東門那邊的娛樂城,玩跳舞機 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深圳十峰繼續 但由於這個八九月真的太熱了 也有很多打風落雨的日子 每次出行都要看深圳的天氣才好走 好了,今次影片完結 接下來都是深圳十峰的 有興趣的都密切留意,很快會上載 也感謝大家支持 喜歡的請按LIKE 再分享給喜歡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 下次再見,拜拜